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最近香港有一段新闻 这两天表面上好像是花边新闻 在东张西望那样播出的那一集 但实际上不是 表面上是苏宝 风导 表面上是唐章 实际上是皮削 实际上这段花边新闻 是牵涉到中美关系的大新闻 当然也拎了香港 总之一个不觉意 就会搞出一个超级无敌大佛 而更加奇怪的是什么呢 就是搞出这个大佛的人 若隐若现套着大佛的人 就是泊姐仔李家超 而幕后操板的人 就是中共中央 包括港澳办 中共中央工委 工作委员会 中共中央小组 香港的当然就是西环中联办 还有就是这个 华交部駐工特派研公署 哇 全部都有份 不过在幕后 不会出面的 好东西就是我领工 这些不错的 不过这次不错的 不过这次不错的人 就说拍车仔他们都不上身 就是找个人 找个人 找个人在特殊政府里面 是一个半熊不黑的金草演员 就是那种 真是叫做 总之这个剧情真是好看 真是包龙声 这趟真是天子犯法 与借民同罪 不不不不 这趟真是什么呢 就是天子犯法 要借民赔罪 或要借民待罪 哎呀 真是 陰功了 话说 但是前日 好很多香港人都见到 在西环中联办 对出那个海那里 大家不妨叫这个海 做你妈妈的海 在你妈妈的海那里 有一只 哇 何其壮观也 五百尺长 整百尺长 六层楼这么高 整万吨重 的大到无伦的超级游艇 就泊在那里 就是青州附近 就是西环对出 就是中联办 哎呀 原来 这只大到无伦的超级游艇 是属于普京的老友 好 俄罗斯钢铁大王 就是俄罗斯Ironman 俄罗斯Ironman 真是厉害 叫莫尔达兆夫的 做价高达四十亿零六千万港元 就是差不多四十亿亿港元 噢 搞什么都可以 一架游艇都贵成这样 哎呀 有钱 当然可以任性的 浪漫 哎呀 没见过大蛇 你啊 本来 诸如此类的鬼佬土豪 拍摄什么游艇在香港 海面呢 都不是什么新鲜萝卜皮 香港人见惯世面的 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问题就出在 这件 莫尔达兆夫 这件什么港铁弹散呢 已经是上了西方黑名单 实体黑的名单那里了 就是被美国啊 英国啊 欧盟二十七个国家啊 日本啊 澳洲啊 瑞士等等 三十几个国家制裁 三十几个国家制裁 都挺主要的西方国家的 连瑞士都制裁 那就是说 如果香港真是还有 一些些些些些的 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话呢 都不要说一国两制了 高度自治 有少少华士权的话呢 那些鬼佬土豪的游艇呢 照计就算吧 叫他南斯格洛 南斯格洛 南斯格洛 国主啦 不可能派在维港啊 就是找东西来搞的 是不是 那现在找东西来搞 当然了 因为他没有权啊 要是上头叫 上头就是中共中央 然后压到西环 压到西环 压到外交部署 特派员公署 压到那里 中联办徒 外交部署 特派员公署 压到那里 李家超 就是这么简单啊 是不是 总之 现在这件大大之野 这件这样的游艇 就很躺平的 我真的玩躺平 就躺平了在西环 中联办对出 那个海那里 你妈妈的海那里 好像呢 顺便会招呼中联办主任 就是香港党委书记 西环龙头啊 诺惠宁啊 一些副主任啊 是 上船呢 一群人 外交部署的特派员 那个专员 上船呢 来吧 一齐摊 这个 全球最贵的 鱼子杖 Domperion 香檳王 百业勒菲 喜欢什么都有 有什么都有 在船上 这个 神童辉 都表演过 船上肯定会有很多 穿着三点色 川上完尸的 俄罗斯美女 很羡人 完全会有 数目招呼 地团 享受 大家看看石叶 那些河邊的派對就知道了 彈一下彈一下就如賓 你說多好呢 講到這裡 大家這麼聰明 肯肯定已經知道小弟想說什麼了 真聰明 沒錯 小弟想說的就是 整件事根本就是中共中央押下來的命令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就叫西環龍頭 駱惠寧 叫外交部駐港特派營公署的專員 叫拍車仔 李嘉姐說誰是誰 好像是阿超 過來過來過來 掛兩巴士 過來過來 做什麼 叫做事 這隻遊艇 任由他中環四海在香港圍港走來走去沒有問題 但是不能得罪美帝 時間接下來就有中共十二大勝利朝開了 一早說明了 是不是 10月16日 是不是 到下個月 11月15日 G20峰會又開了 到時說明習近平 大大會跟拜登開會 開首勞會議 總之這陣子 你看到中共中央 看到大大 都是釋出善意 吹出善意 吹出善意 那你不可以太囂張的喔 你太囂張了 太囂張了 那你自己搞禍檔灘 你到時十條命都不夠賠 你算是拍車仔而已 是不是 真的比翔落街皮特仔 別說那麼多 你是John仔而已 John Johnny 是不是 你是龍和道John仔而已 你算什麼呢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你說 拍車仔李家超 那他古爺仔出身 那就用古爺仔的街頭智慧啦 是不是 用什麼呢 就是說 古有不要大教話是小 但是古爺仔將它演化成什麼呢 不要大就賴落小 那大的做不行 不好了 就賴下去啦 賴都是賴啦 是不是 好像賴屎賴鳥那樣 賴都是賴啦 一於就用鞋子吹掉它 賴到鞋子裡就最好了 如果出事 是不是 而這件事呢 要吹掉它那條鞋子呢 才不是就是 那個剛剛說的 半紅不黑的那個政治演員 就是這個 甘土演員 就是這個海市市署長 海市署署長 袁小衛 真厲害 你聽過的名字叫小衛 哇 張小衛什麼什麼小衛 梅小衛那些 張小衛很美女啊 梅小衛 朱如初也以為是嬌的的那些 哇 你看到你真的看上了 哇 真是吃了 我三天都不用吃飯了 看到真是壽式可餐 壽是禽獸的壽 那好了 話說呢 香港01 第一 這個大外孫 昨天就引述海市署的回應 哇 這麼有趣的 就是找他 就是很知名的 找海市署 但是海市署的回應 原本是技術回應 應該就是辦秀專業的回應 但是海市署的回應 但是海市署的回應呢 就是很政治的 所以一定要告訴大家 就是什麼呢 原文照錄 就開始處表示 是不會評論 個別抵講 船隻事 特區政府一直全面實施 及執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私家的制裁 個別國家可能基於其自身考慮 向某些地方私家的單方面制裁 特區政府並沒有權力 亦不會實施 其他司法管理區 私家的單方面制裁 讀書面 給大家知道 一會兒會逐個拆解 再用口語說 大家會聽到一些 否則火星文也是難搞 所以大家要聽下去 由於這段回應 真是很肯反映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淪陷區 不是特別淪陷區 是香港特別淪陷區 是淪陷區來的 所以現在改名了 大家要記住 不是香港特別淪陷區 是香港特別淪陷區 就是好像3008個月一樣 被日本人侵略 被異族侵略 現在變成淪陷區 香港淪陷3008個月 現在要不知多久了 香港特別淪陷區 一眾交官 即是很反映出香港特別淪陷區 一眾交官的思維模式 以及一個處事態度 所以真的很值得和大家 稍微仔細地 策計一下分析一下 海市處屁頭就說 不會評論個別 抵港船隻事宜 即是開波就扮客官 在這裡扮客官 不過這個都算是指定動作 問題不算很大的 射得射得射 經常都說不會評論個別事宜 之前人家在問那件事 文會評論多些官話 以前港英時代都有的 即是公道點說 他們都會用了些招 這個問題不大 就是預料 但是接著就來了 接著就很容易看到很多事情 海市處的回應就是 特區政府一直是全面實施 和執行聯合國安理會私家的制裁 這句說話的潛台詞 即是說 特區政府只是會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制裁去制裁 不會跟其他的 怎樣說呢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常任理事國 可以有否決權的行使 可以否決所有不合聽的制裁 即是不要說什麼 早前不久之前 已經否決過制裁北韓 不可以制裁的 你這樣搞得 還可能搞得北韓走上核武之路 那現在被我說中 不過他背後也是在那裡嘲笑 哎呀 陳也是你鬼也是你 好了 就是這個意思 大家要記住 好了 海市處接著就說 個別國家 可能基於他們的自身考慮 個別國家可能基於他的自身考慮 向某些地方私家單方面制裁 特區政府並沒有權力 亦都不會實施其他司法管理區私家的單方面制裁 嘩嘩嘩嘩嘩 你可以了 海市處處女 不是 海市處處長 袁小衛女士 你真的可以了 你 竟然夠膽死說 這個美英歐盟27個國家 美國英國歐盟27個國家 已經29個了 然後日本澳洲瑞士等等 三十幾個國家都只是個別國家 我都不知道你怎麼數個別國家 三十幾個國家都是個別國家 你沒事吧 借問一聲 你小學的數學 懂不懂計分 拿幾分是否經常拿零雞蛋 好像是大熊那樣 那你中學會考數學科成績又是怎樣的呢 聽說你入職做政府的時候 是做中文主任的 你中文應該不錯的 怎麼會這樣寫的呢 奇怪 不是你寫的 待會再說 只要說 特區政府 並沒有權力 亦都不會實施其他司法管理區 私家的單方面制裁 那就是說 一方面就變相承認 權在中央 因為你沒有權力 特區政府並沒有權力 你講明自己並沒有權力 甚至乎可以說 正式承認 中共中央對香港的所謂全面管治 其實真的 即是 直接管治 好聽一點 全面管治 總之是直接管治 直接下命令 那種管治 但是另一方面 又要假裝還有高度自治 於是乎即刻說 特區政府也不會實施 其他司法管理區私家的單方面制裁 就是這樣 怎麼說都好 海事處 作為專職部門 技術部門 其實你就回應一些專職問題 技術問題就可以了 但是竟然 這次看的回應 做出一些很政治化的回應 我真是替他們辛苦 真是陰公主 怎麼說這些呢 第二天水務處 突然間東江水有問題 都說 那些外國勢力在這裡 就輕風作浪的了 搞到我們的水呢 水質一般的 東江水的水質一般的 噓 你這個肺 你水務處 搞這些事情搞什麼 現在海事處理說了給你聽 他就可以這樣做的 是吧 即是做一些政治化的回應 那真是連外賣仔 阿水都猜到 這個 百分之一千 是特區政府極高層 收到西環 收到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也都收到港澳辦 收到中共中央 其實是這個意思 主要下定的就是西環 下定的 然後呢 找一個寫手 即是信一個寫手 寫一個回應出來 他們自己已經做好了 方太教廚送的 跟著呢 時間關係就馬上 Email給這個海事處處長 袁小偉 叫他以海事處的名譽 做出回應 你認了他 我死好了 你拿出去 就這樣 是不是 唉 阿帕姐仔 你現在這樣做呢 他想過 嗯 算無為賊 即是一石二鳥 一方面呢 算是低調處理 照計都不會勒慶美帝的了 找海事處走出來 低調些 好像懶專業般回應 二來呢 一旦出事的話呢 那個替死鬼就是袁小偉咯 推一下袁小偉出來 推一下袁小偉這件 半紅不黑的 金草政治演員出來咯 你舔他咯 你反正就來退休了 沒所謂了 是不是 而且是公務員來的 沒有的 不會炒的 不是政治問責嘛 是不是 這樣吧 那就是說 我替袁小偉慘嘛 袁小偉熬了三十六年 由中文主任開始 後來轉了AO 總算在去年 即2021年 就熬到 從D4升到D6 現在應該還在握手 就是處任D6 都差不多60歲了 即是開始處住了 去年才 那為甚麼都要為呢 長良 為了60歲退休之後 因為長良是為甚麼呢 你最後的職位 你最後的職位 是D8做常秘 D6做處長 大處處長 那就根據那樣東西 去計你的每個月的長縫 即是吃長縫 你可以 你臨走 可以一炮過拿多少錢 跟著呢 你每個月可以按機 按多少錢 那些還可以跟回通脹 升回給你的 不要說甚麼 那些呢 就大約是你 三分一人工 那如果你做個常秘 有三十萬的 你每個月都有 過十皮給你的 不用做的 你有一百歲命 就給足你 比你六十歲退休 跟著那四十十年長良 過個月你鬥十皮 那D6呢 沒有十皮 也有八皮 是不是 那幾好啊 即是 想著 這是一個肥缺來的 終於可以捱到 做處長 是有些肥一點 肥美一點 肥雞餐一點的 長良去退休 但是 哎呀真是可憐 原來這個世界 真的沒有免費 肥雞餐 現在呢 隨時會被美帝 英帝去制裁 搞到你銀行戶口 都沒有的 要收價錢的 那中資銀行 都不要想著 在那裡開到戶口 不行的 你不信 問問一個叫做 臨門正氏 他要告訴你 一個個月要出現金錢 是不是 連長良都是 是不是 而這件袁小偉 很快 年多就要退休 退休之後呢 想說去英國 他應該一定有BNO 即是那時候有巨應權 不過現在不用了 不過他有巨應權快手些 講出號碼709394 立刻可以去英國 現在都可以了 快些 想說去英國 後來的十幾二十年 如果有八十歲 那就二十年 都不行 唉 你說幾陰中豬呢 是不是 英國人都未必收你 用什麼理由 諸如此類 你甚至想說來台灣走 大玩 台灣都未必 你做過這樣的交官 唉呀 你被美帝提過 不要說了 是不是 當然玩你 講到美帝制裁 雖然李家超 陳國基 現在升了 做政務司司長 第二號人物 北基等 曾國衛 就是政制局 內地事務局局長 他的辦公室 有張慈相 大家不知道什麼 有張慈相 大大的 大家不知道什麼慈相 就去中華 環任永遠墳場 看看墳墓 那些墓碑 那些照片就是慈相 就是這樣的 大大的張慈相 曾國衛這幾個交官 已經上了榜 他們已經上了制裁榜 他們以為美帝 再催他們 不張 也拔他們不長 但是 你以為 最新消息 就說 美國國會 這個政治網站 這個政治網站 美國國會正在相差 什麼呢 就是 在下個月初 11月2日 在香港舉行的 很大堂 就是想著這次 彈回來 靠這次 就是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由金管局 是牽頭搞的 那有一堆美國的銀行 投行 什麼都好 那些銀行就會 來香港答應了 說 但是 就被人 被美國國會議員 就抹擦了 就說 你這幫人有沒有品 你這幫人離譜 你現在為什麼呢 你到時會跟李家超這些 被美國制裁的香港交官同場 就是這樣的 隨時 有中央官員 可能是視像發現 或者下來 那這傢伙 你說夏寶龍 但是領絡的 也是受制裁 港澳辦 很多人受制裁 那怎麼辦 你還跟一個極權國家人 在談這些事情 那怎麼辦 連前美國商會的那個阿姐 都開始說 那怎麼辦 你想想 一拿銀行 就是 忍不住 要爆 就好像漲爆 你就知道什麼事了 受得理氣 多了 總之呢 這件事搞一下搞一下 真的很快 還有幾個禮拜 可能還有兩三個禮拜 要開來見我了 搞一下搞一下 隨時呢 要是搞到那些 那些美國銀行員 臨時縮測 哎呦 不好意思 突然間 生飛支來不到 哎呦 我突然之間 雞眼很痛 雞眼 走路都不舒服 但是不要來了 就是那種呢 搞到這個 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哎呀 就慘了 一個不小心就變了 不是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而是中國製 第二 金融土豪投資峰天會 哎呀 幾無謂 是不是 要不就是 李家超 陳國基 這兩個特需政府的一二號交官呢 哎呀 肚餓 哎呀 突然肚餓 哎呀 屎花有點爛爛爛的 一聲 整天穿上 成人子尿褲都堅不住 要不就肚痛 哎呦 到他來了 看著他就不好了 還有這些之類的理由 臨時被缺席 這個峰會 當然 之前話事給他們聽 沒事 話事給美國美帝Bencar 沒事的 超哥不會來的 基哥 基佬也不會來的 這樣就可以了 由阿茂波 陳茂波 太好了 蔡爺 掛頭牌 做鬍子 真是老襯當 真人表演 吃屎吃穿豆 真是好看 大家不妨猜猜 兩個可能性 哪個可能性較高呢 最後也要說 加上中共中央要直接管治香港 他的手臂可以說越伸越長 越伸越長 遮住 手遮天 伸得越來越長 代表中共中央的手臂 直接管治手臂 越伸越長 就代表香港的自治權越來越少 也就是說 香港的西化程度是越來越低 你說窄洗不窄洗 你說閉毅不閉毅呢 各位 最後呢 小弟也要說一句 小弟在Patreon平台推出一個獨家新聞的雙城故事 最新一集 即第六集 將會在明天 即星期日 即10月9日出街了 今集的主題是 台北有個銅鑼灣 不是荷里活有間大酒店 在台北有個銅鑼灣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其實說一些 小弟在台北找到的一些 跟香港似曾相識的景象 那一刻 我來了台灣這七八個月 都九個月那麽製了 的一些香愁 這樣的 那這次都可以說 都算感性 再感性一點的 那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聽聽這個聲音專欄 也可以提早去做訂戶或者續訂 一次過聽回頭五集都可以的 那明天一、二個聽六集都可以 那希望大家可以去Patreon那裏 支持小弟 方法很簡單 如果你是Google搜尋 就只需要打入 這個 852郵報 atpatreon atpatreon 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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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去到這個平台的了 那就跟幾個步驟 就可以做訂戶 或者是續訂的了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想直接輸入的網址 就是www.patreon.com slash post852 www.patreon.com slash post852 那如果想直接過數去 小弟hsbc 就是匯科銀行戶口呢 那個匯科銀行戶口號碼呢 就是658 097 878 838 是658 097 878 838 總之很多謝 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 扭盡錄人 去繼續堅持 好多謝 好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